本国移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 移民申请证压个案标升至240万人 唐吉兰报道 联邦移民、难民及公民部公布最新数据 显示单在过去一个月 当局一共接获超过25万份的移民申请 令到移民申请证压人数突破240万人 有本国移民律师说 16年来未曾遇过如此严峻的证压情况 众多申请者等候了几年仍未收到获批消息 批评当局在整个审批程序中 欠缺沟通和透明度 以至他们大量的人生计划受到延误 移民部多次将积压情况归咎于疫情 联邦政府承诺将会在未来5年 投放21亿元提升移民系统 和增聘更多负责移民审批工作的官员 但由于仍需时训练 冬局说至少要几个月才会见到成效 我们再次必须 请重新讯行 又区责